一拍下男子像是在找商品 但非常貼近畫面中的女子 對方覺得不舒服 他裝沒事快不走過 但同一時段 他還在文具店內 換另外一名女子 感覺到有人貼近 立刻轉頭 他也裝沒事挑東西 整個過程全都錄 店家將畫面PO上網 因為有客人反應不舒服 店家掉了監視器報警 這名男子當下跑走 但已經造成受害人心理陰影 感覺到男子太刻意 才會調閱監視器確認 男子已經被依法移送 但這樣的刻意行為 又是出現在文具店 明明有很多隻監視器拍攝 嫌犯卻沒在怕 但整個犯案過程全都錄 就交由法官判定 文具店公布監視影像 是要大家小心留意 3D熊連貫之內筆箱 高雄報導